下一期勋章车缤纷神居的特性也是被佛系民族给爆料出来了哈 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特性哈 首先我们来看特性飘移更灵活且飘移小喷石机提前每8秒立刻获得20%的急切 且4秒内氮气最高速度加50速氮气动力加10% 这特性跟夜影星爵呢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赛车 那作为勋章车呢 属性加成肯定要比点圈车高 且触发概率呢 也要比夜影星爵高不少啊 所以呢 看起来肯定比夜影星爵体验好不少 但可以确定的是啊 这是不属于流氓车的特性 所以呢 这辆车强不强 就看天美啊 愿不愿意堆数据了啊 如果愿意堆数据 那总排名可以排进前20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想跟以前日绕和 星空猎手一样排进前十年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啊 然后这个缤纷神军呢 目前只有端游的模型爆料 所以那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帮我上个月之前发的视频里面有哈 好的 那这期视频就简单说到这里吧 喜欢的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